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假惺惺,我是惺惺 今天是History专辑的最后一集 也是春节前最后一支正规影片 春节期间如果顺利的话 我打算制作年节特辑 天天和大家一起过节 希望到时候大家也都能来捧场 History的最后一集我选的人物 也是我从以前就很有兴趣的 他是晚清时期超级大人物 慈禧太后身边的小人物 不过这位出身低下在宫中的 不过是个侍奉主子的奴仆 却深得了窦垮慈安 弄死光绪的老佛爷的信任 慈禧太后甚至不惜 打破大清皇家组制 太监官职不得高于四品 将他封为正二品的总管大太监 这让他成为紫禁城里面 仅次于慈禧的二号人物 就连光绪皇帝都要依着他生存 到底他是如何深得疑心病慈禧太后的喜爱 又是否如传闻中他狗障人士忽家虎威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慈禧身边的大红人 晚清大太监李莲英 李莲英的本名是李莲英太 关于他的出生年份和童年生活说法有很多 今天我就用比较普遍被认可的来述说 李莲英太盗光28年西元1848年的11月12日 出生在直立省顺天府的大城县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大城县 他刚出生时呢家境还不差 父亲呢为一位没有子女的远房属妇工作 而且他的父亲相当勤劳 虽然家里称不上是有钱人家 倒也是不愁吃穿 他的父母至少生了有四个儿子 李莲英太排行第二 但是大哥有点智能上的问题 所以老二英太呢就等于是大哥 熟父世事后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北京 从事制皮工业 制皮指的是将动物身上的皮也就是生皮 制作成可以运用的皮革也就是手皮 不过因为动物生皮会散发出血腥味和强烈的恶臭 所以制皮算是一个比较低下的行业 而且他们家的生意好像不太好 原本呢还过得去的生活就越来越贫困 不过李莲英太还是有到私塾读了短期的书 但他短短几个月的求学生涯就展现出过人的聪明伶俐 据说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学堂里面去打扫 还帮老师端茶 倒水挂烟袋等等 后来他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不好 李莲英太书也读不下去了 于是西元1853年咸丰三年 聪明伶俐的李莲英太六岁时就静了身 被送进领事位内大臣正亲王端华的王府 成为名打杂太监 李莲英太被送去当太监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家里的经济困困 另外一方面 李莲英太的故乡河北大臣县 多是严检地不易耕作 粮食产量少 当地的人家也都很穷困 再加上河北离京城比较近 将孩子送去北京当太监 就成为河北比较普遍的现象 还曾经有过河北初太监这样的话 历史上许多有名的大宦官 很多也是来自于河北 包含明朝的王政 魏忠贤 清朝的安德海 崔玉贵 小德庄等等 就连秦朝的大宦官赵高 都是出生在现在河北一带 所以李莲英太被送去当太监 不但缓解了家里的经济问题 说不定混得好的话 还可以让整个家族过上富贵的生活 而他果然没让家族失望 最后还成为了清朝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最高官的二品大太监 去世后的李莲英太先在正清王府当了三年的小小打杂太监 1856年咸丰六年李莲英太九岁时 可能因为他聪明机灵就被送进了紫敬城当差 进宫后他改名为李敬喜 先到了宙事处当值班的开门小太监 后来又被调到咸丰皇帝晚平居住的景仁宫当差 他非常懂得察言观色 做事动作也很快 所以虽然年纪小 在宫中却深受主子们的喜爱 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 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城 9月22日咸丰皇帝带着皇后以及后宫嫔妃们 和由当时义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所生 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宰纯 以及其他皇宫贵族啊工人等千余人 以狩猎为由匆忙出逃到热河的成德避暑山庄 而此时不过13岁的李靖喜也被列在了随嫁名单中 顺带一提 北京城的超级皇家园林圆明园 就是在此次英法联军被洗劫一空在被放火焚烧 据说当时大火持续烧了三天三夜 总计约有超过300名的太监和宫女们死于这场火灾 出逃到成德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 因为抑郁沉疾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隔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他就驾崩于避暑山庄的烟波智爽殿享年三十岁 咸丰皇帝的独子皇太子载臣继位 奉迪母皇太后扭护路氏为母后皇太后上徽号慈安 申母义贵妃叶赫那拉氏则被封为了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 因为当时在避暑山庄里慈安太后住的是烟波智爽殿的东暖阁 所以后来又被称作东宫太后 而住在西暖阁的慈禧就被称为西宫太后了 同年十月一行人返回北京 年级五岁的载纯正式登基为大清第十位皇帝年号统治 因为皇帝年幼 所以就由东西两宫太后共同垂帘听证 使称两宫听证 后来就如同大家都知道的西宫太后慈禧 慢慢的开始大权在握了 而小太监李敬席也在这年一同随嫁返回京城 同志三年西元1864年16岁的李敬席 因为做事玛丽基林被调到了长春宫 这个长春宫的主子正是同志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 要知道当时在宫中的太监大约有将近3000人 能被安排到掌握大权的慈禧宫中当差 想必李敬席一定有过人的本事 最广为流传的是他会输宫里的人都不会的发型 我们知道慈禧到晚年都还很暧昧 更何况前方皇帝去世时他也才不过27、8岁 李敬席输的头发让太后非常满意 就将他留在了身边 不过根据历史学家后来的考证 太监在宫中大多都是各司其之 而当时专门帮慈禧疏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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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对主子宫敬对下属宽后 几十年如一日绝不松懈 这很好的诠释了他在宫中的生存之道 后面我们会说到这位大太监 是如何切切实实的实践这16个字 掉到慈禧跟前仅仅三年 同志六年李进喜就升到了二总管的大位 在慈禧宫中的地位就仅次于总管大太监安德海了 这年李进喜只有19岁 而且就在他成为二总管的两年后 同志八年西元1869年 大总管安德海出了件大事 不久慈禧太后就命李进喜顶替了安德海的位置 成为除袖宫的总管大太监 说到这我们要先回头来说说安德海 安德海大概是出生在1837年到1844年左右 比李进喜大了几岁 他原先是咸丰皇帝的御前太监 和李进喜一样少年得志的他当然也是聪明伶俐 伴世激灵 咸丰皇帝和当时还是易贵妃的慈禧都很喜欢他 我们刚前面说到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打入北京 出逃后就生了重病 而他很清楚皇子宰臣年纪尚小 他的生母易贵妃又野心过大 于是他留下了遗诏以户部尚书速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 来为小皇帝辅政 慈禧太后知道后便策动慈安太后 在联合没有被列入顾命八大臣的功心王易卿等人 发动了新有政变 夺取八大臣的权利 而安德海就是慈禧与易卿之间的秘密联络人 政变成功后 小安子安德海立了大功 被晋升为六品兰领总管太监 而安德海虽然和李进喜一样聪明 却没有李进喜的政治头脑 成为慈禧跟前的大红人后 安德海开始目中无人 连同志皇帝都没有放在眼里 同志八年皇帝已借14岁逝婚年龄宫中 便开始为皇帝筹办婚礼 安德海说服了慈禧 让他去江南制造局 为皇帝置办龙袍和结婚物品 但是根据大清的规定 太监品级不及四品 非奉差遣不得散出皇城 而安德海只是一个六品的太监 于是慈禧虽然答应他 但是告诉他一路上务必要低调行事 但是安德海还没出皇城 就高调宣传他是慈禧派来的钦差大臣 一路上更是张扬还四处搜刮明纸明膏 到了山东德州时 因为他没有期待任何的公文 可以证明他是奉旨出宫 被德州知州赵新上报给了山东巡抚丁宝珍 丁宝珍既恶如愁 而且他本来就对安德海作威作福很是不满 他便连夜将消息密报给了宫亲王一新 而一新也对于安德海时常在他和慈禧之间作梗很不高兴 一新就单独奏报给了慈安太后 因为安德海出宫确实违反了组治 慈安太后便下旨捕杀安德海 慈禧的小安子就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在巡抚丁宝珍的监看下 于山东济南就地正发 这年安德海不过三十出头 大总管安德海的去世 对二总管李靖喜来说 大概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首先安德海一死李靖喜就没有竞争的对手 成为总管大太监是迟早的事 而且也因为安德海的前车之鉴 本来就已经很谨慎的李靖喜更加的明白 在宫中不管你官做到多大 奴才永远是奴才不可僭越 从此呢他便更加的谨言盛行 1871年慈禧太后赐名连姻给李靖喜 慈禧赐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并没有被记载 不过老佛爷赐的连字是连续的连 而不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连花的连 据说呢后世以儿传儿 是源自于民间讽刺李连英不男不女的太监身份 就故意将连续的连写成女性名字比较常用的连花的连 另外一说呢是故意要用象征清年的连花来讽刺李连英的贪腐 同志十三年二十六岁的李连英被晋升为除秀宫的总管太监 这股位置呢通常都要在宫中当才超过三十年才能担任 但此时李连英进宫才不过十七年 同年十八岁的同志皇帝驾崩 因为同志皇帝没有子嗣 慈禧太后便下令由咸丰皇帝的七弟义宣的儿子载天继位 年号光绪 此时呢慈禧太后的权力可以说是已经只手遮天了 光绪五年西元1879年31岁的李连英被晋封为四品花林 这已经是太监的最高品级 年纪轻轻的他地位已经等同于太监大首领晋士房大总管了 这时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大太监李连英了 身上总管的李连英虽然年纪轻轻却十分称职 他将宫中的规矩一致理俗了解的相当的透彻 甚至比专职的太监还要清楚 重大节日的人力调度各项需求事务也都安排的妥妥荡荡 让慈禧太后相当放心 据说呢当太后要出席的场合 主事的王公贵族都会特别来请李公公指点指点 当然了这些李公公都是要收费的而且费用还不低 但是在李连英的指点下往往都能让慈禧太后满意 花点钱对这些王公贵族来说还是非常的划算 李连英不仅正经事办得好脑子更是动得快 往往呢都能为太后解围 比方说慈禧很爱看京剧 有次呢著名的武生杨小楼到宫中来唱戏 慈禧大家赞赏要给杨小楼赏赐 杨小楼呢就希望可以获得太后的赤字 而据说慈禧写了个福字 但是福字的一字边却写成了四字边 当下呢大家都很尴尬 慈禧也发现了 正当呢大家都不知所措时 一旁的李连英连忙说道 这老佛爷的福啊就是比别人多一点 这一说呢众人连忙拍手叫好 纷纷表示老佛爷的福分确实是比一般人都多啊 慈禧的李连英呢也是宫中少有几位 敢害老佛爷开玩笑的人 慈禧呢不到三十岁就守寡 而电视剧里面演的政治斗争也不是天天发生 又不能随意出宫 最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太后是非常无聊的 慈禧呢就常常会叫小李子说些故事啊 和笑话来听 而认真的李连英也总会准备好 从不让太后失望 据说有次慈禧太后要李连英讲一个最短的故事 李连英就说道 我 慈禧太后个性很急 连忙问道 你什么你啊下面呢 李连英不急不许的回道 禀报太后我的下面没有了 虽然我们不确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但是由此可见 李连英应该在各个方面都能够满足慈禧太后 慈禧呢便越来越喜欢他随时都要李公公陪在身边 此时几乎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连英 却始终没有忘记他奴才的本分 光绪十二年四月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奏报的北洋海军已经训练完成 慈禧太后就指派总理海军衙门事务 纯亲王义轩前去验收 这位纯亲王义轩就是光绪皇帝的身父 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为了避免慈禧太后不必要的猜疑 他就请求让慈禧的亲信李连英同行 于是呢太后任命纯亲王作为正使 李连英为父使一同前去检阅 但虽然贵为父使 李连英却始终拿着汗烟袋 攻着腰在纯亲王身旁 随时呢帮纯亲王装烟点烟 为了避嫌纯亲王与任何人会面时 也都会邀请李公公与会 但是李连英始终站在最角落 从不开口说一句话 李连英身为慈禧身边的大红人 沿途呢自然不少官员想要奉承他 但是李连英每天侍奉完纯亲王后 就关到仆人居住的房间里 谁都不见 旁人怎么看他都像是前来侍奉纯亲王的太监 而不是朝廷派来的简约父使 这让一向臣服极深的纯亲王也十分的佩服 不过即便如此谨慎小心回到紫禁城后 监察御使朱一新还是上奏李连英 沿途收受贿赂 纯亲王呢还亲自为李连英坐证解释 后来朱一新呢也因为没有具体的市政被慈禧降为主事了 此次李连英的初询不像先前安德海那样为人诟病最后还被主杀 他除了得到纯亲王的信任 沿途接待的官员也都对他赞赏有加 可以说是呢让慈禧太后长脸了 他当然呢也越来越受到老佛爷的宠爱 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打破了大清组制 太监侄己以赐品为宪 46岁的李连英被赏代二品顶带花铃 成为大清朝最高官的太监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虽然是名义上的母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实际的关系非常的差 尤其是到后期光绪皇帝被慈禧压着打 甚至连工人都不太尊重皇帝 但慈禧跟前的大红人李连英却始终尽心侍奉光绪皇帝 经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零零年 八国联军再度攻入北京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西逃 后来返京的途中一行人在河北保定歇息 太后的房间呢当然是被布置的美轮美奂 而光绪皇帝身边不仅一个伺候的人都没有 就连床被褥也没有 那总管李连英知道后呢急忙下跪磕头道歉 请求皇帝的原谅 并且呢将自己的棉被报给了皇帝 光绪皇帝问道你棉被给我了那你呢 李连英跪着回答道 像奴才这种贱民死一万个也不足惜 李连英就是如此深的人心 所以即便光绪皇帝恨透了慈禧太后 却十分感激李连英 光绪皇帝后来还多次感叹的说道 若无李暗达我活不到今天 暗达呢在蛮语里面是一种敬称 指的是师父或是朋友之意 我们前面说到李连英目志明上还写的 室下以宽 这代表他处事后到不止对于上位者 对于下属他也是十分的照顾 如果王公大臣或是非平们 甚至是小宫女小太监 不小心犯了错触怒老佛爷 李连英呢也会尽量帮他们说好话减轻法则 这让宫中上上下下都对李公公相当的尊敬 不过当然李连英也绝对不是个玩人 他贪腐的功力也是一流 我们前面说到王公大臣要请他帮忙办事 都是需要付费的 有时候呢李连英也会卖卖官 而且身为大太监的他开的价钱绝对不低 据说北京城里面的白云罐 就是他的洗钱中心 不过大概是李连英虽然拿钱 但都会把事情办好 大家也就没什么话说了 光绪34年1908年11月14日11月15日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崩世 此时呢 进宫已经超过50年60岁的李连英知道 就算他带人处事再如何圆滑 但慈禧太后树敌太多 连带他被清算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于是李连英急流永退告老还乡 为了让当时掌权的荣誉太后同意他的请求 聪明的李连英将慈禧太后历年来赏赐给他的珍宝 整理出七大捧盒献给荣誉太后 在为慈禧太后守校的100天后 宣统元年2月初二李连英离开了紫禁城 出宫后他住到西门外的南花园低调度日 但不过他才离开紫禁城三年 新元1911年宣统三年2月4日李连英就病逝了 享受62岁 荣誉太后下令以二品官员的规格 将李连英后葬于北京恩济庄的太监营地 依据当时的说法李连英是因为立即病逝 不过学者认为在初春时期得到立即实在有点诡异 而且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李连英的墓被挖掘开来 虽然棺果完好 但是棺材里面却只有头颅没有骨骸 于是他非自然死亡的流言就更甚嚣成上了 晚清大太监李连英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除夕再见咯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